台桃梅花猪肉片 日鞋被台中市食安处 宴出里头有瘦肉精 现在各单位都在追查 究竟这个瘦肉精从哪里来 那我们先问您整理 这一批的批号 一共是分装成了2730包 流向各超市卖场 包含全铃在内都有 那么现在北中南各县市 下架回收了165包 但是已经超过600多公斤 恐怕已经吃下肚里头 那我们刚刚说了 现在就要追查瘦肉精哪里来 现在台糖已经向台中市政府 要申请这一批 有问题的猪肉来复验 不过这个结果 通常要三天之后 才能够知道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那么他们也进一步就来追查了 台糖的15处续职场 现在验出来是阴性的 那么代工厂性工 不管是在刀具 又或者其他的屠宰过程的器具当中 流程没有异状 而且也是阴性 所以现在到底哪里来 小鼠说要从源头来领起 裁检人员收集猪肢毛发 并且抽血带回实验室检验 4号上午农业部 针对台糖续职场扩大采样 台糖梅花猪肉片 日前被验出瘦肉精西部特罗 各单位如火如荼追查真相 农业部针对来源猪场进行移动管制 3号晚间公布检验结果 所有样品均未检出 台糖也已经向台中市府申请复验 结果预计三天出炉 我们验的是整块肉很均质的去化验 然后反复的化验 都有很均质的存在 道歉的问题 起码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因为互检还没出来 验出瘦肉精的猪肉片 同批次共有819公斤 2730包 加工日期是去年12月11号 有效期限到6月10号 目前台糖公司无论批次 先将商品全数下架回收 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 这批猪肉在嘉义的南竞续织职场饲养 送到屏东信工屠宰场屠宰 最后在国防部台中福利站 台糖易购网全联超市等通路销售 而南竞续织职场 株支检验阴性 食药署也确认 屠宰场处理过程没有义壮 还救不出瘦肉精哪里来 年关将近猪肉需求量大 就怕吃下肚影响健康 民众一早带着一大袋到超市 办理退货 也期盼复宴出炉 能让消费者安心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